由于停货在家已经两个月了 起码还要停货多一个月 在家实在太闷了 于是三年妈妈就决定 煮一盘香草煮足一个月 然后可以吃足一个月 慰勞自己停货的牺牲 首先 我拿了一个大沙煲 应该是要用牙煲 最好不要用不瘦锅煲 然后我买了很多泥姜 记住要买老姜 还要是泥姜 不要买青BB 年轻的姜就不适合 一定要买老姜 你看 很多泥在上面是咖色很深色的 不要买黄色很浅色的 年轻的姜 这些全部是专用来煮姜醋 一大块一大块的 我买了两包 一包是5斤姜 另外这里是2.5斤的 首先煮了这个 如果不够就再加这个 另外我买了10公斤的白珍甜醋 别人说白珍是未甜一点 但就说好吃一点 所以我这次第一次煮姜醋 就试试用白珍甜醋 放入1个 首先我要拿些姜 第一件事 先洗掉姜 很大绿 你看看 这是泥老姜 我们逐一够拿出来 那我们逐一够逐一够拿出来 泥姜本身有很多泥 我们就用刷子 刷干净 鸡皮 你看 本身很脏 很脏的 我刷一刷 它就干净了 泥 先拆掉泥 这样一刷就拆掉泥了 我们首先拆掉泥 先拆掉泥 接着呢 就可以 洗掉它 洗干净之后 然后就拿去剥皮 刷到干净了 没有泥了 那我们洗掉它 这块就可以拿去剥皮了 现在开始刨姜皮了 首先拿一块大姜 因为我们煮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大绿 可以先拆开它 因为我们煮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大绿 拿去煮的 现在就开始刨姜皮了 我有这个刨 用来刨姜皮 挺浪费功夫的 逐个逐个刨姜皮 其实也挺浪费时间 浪费功夫的 所以做姜醋的人说 多功夫 其实就是刨姜皮 这部分 要做久一点 完成了 完成了 在将 刨姜皮 刨姜皮 刨完后 刨得干净之后 刨扁 用菜刀的背部 或翼上大力刨扁 碎它 让它煮的时候 水份抽干就会更容易入味 拍扁了 切开了少许 这样拍扁了 这样它就没那么大 容易吸味了 现在开始 就可以煮姜醋了 我准备了煮的 是这么大的 姜醋是这瓶 所以一定足够把姜醋 和姜 拍好了 另外两斤半 那些姜 应该是足够放进去 我现在试一下 都去了大约超过一半 现在就煮沸 煮沸完之后 然后再加些姜 那边就要炒些姜 现在暂时煮沸醋 然后我们就会用白锅炒些姜 现在没有下油的 我们把姜 白锅炒干些姜 让姜 水份流失了 炒至干 吸收那些醋 就会吸得更加好 那些姜就会更加好味 不用下油就这样炒 现在的烹饭 就开始滚了 我们就要把炒好的姜 放进去 记得我们放进去的时间 一定要 那些醋 一定要盖到姜 不可以 那些姜多到 那些醋 可以盖不住 那就煮不住了 现在加了 7斤半 都还有大把位 现在呢 我就盖住 这个盖 这个盖 就有一个气孔 我就用中火炒 炒大约 大约 半至两个小时 就关火 好了 现在这煮姜醋 就由醋变成姜醋 我们已经将姜 放进去炆了 两个小时 你看姜 都变了色 刚才姜 是淺黄色的 现在变了淺啡色 我们接着 就会用石子封住 然后 保持一个星期 都不动 让它 那些醋 不停滲入姜 让它们的姜 吸入醋味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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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